今天不忙了 今天不忙了 电话 你好 你好 哎 你看看 没有我主要是这儿 我准备再去买点磚内膏 那不是我买了200块钱花回来 我准备那个 我害怕累到这儿 我害怕那个水还往里进呢 还往墙里进呢 够不够你是不是不够 要沙子要不够 我那边还有东西了 早上好 说打个招呼 我朋友来给我打水泥 我是不是要给大家直播直播 这个水泥怎么打 我一会儿那个 我一会儿出去修一个火 你这里先放水 是不是 小金我们又用电 他那个电扯那边扯不住 然后再往里弄沙子 挺衣裳的 要罢工 他们要罢工 不就是 就是说不封这个行 他们航空公司都要罢工了 我们也算幸运 我们也算幸运 这一段哈很多活 cancel了不忙 都没啥活 但是呢 很多搬家青 哎呦搬家青每个礼拜 都好几个三四个 要不然都没活 也不是了 你不知道放假很多我们这个 那个每个礼拜做了 人家都充饭鞋都出去度假呀 小孩都放假人家都出去度假屋 哇哦七八糟的呀 看这是福气档 我们才能福气档了 对呀 你这不是福气档吗 帮你老公干活 我这是闲着的 没事啊 小郝平常你自己干 还是说有时候忙的时候找小公啊 有人是一个干不了 一个人干不了 我自己干 那你只多工钱 那我再找人 找 啊就自己干就行 对 忙的话就找个小公 只多工钱那就找人 没事 你要是干这个架子啥子 搭这个架子 你自己干不了哈 你就让我老公搭手 这一个人搭不了 对 量我一个人我太长了 短了行 对 起了吧 现在开始往下弄了吧 这是混好的 这是混好的是不是 混好的水泥 对 你老婆多美 他没有 他在那发愣了 笑过了 看这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 对 哎 我跟你讲啊 你今天来干活哈 你也挑时候今天不晒呀 对呀 不受罪呀 这个是负责看机器的 对 这个下雨也没问题 这个在下面呢 下雨淋不住啊 没问题 建华你这位回回国 看你爹妈咋样 我爸还没有 在北京还是在你们呢 我爸他但是 3号 1月3号 510号 就回家 是吧 他有疫情化疗 是正常是到 上月29号 他有疫情化疗 我们这个 昨天过年吧 别化疗了先 你这29人 带你都在放假了 咋坏呀 像他在报销不报 你爸是干部还是工人 退休的 有工人 那报85%吧 我婆子公公就报85% 我今天 我觉得我姐说的那个医疗会查 差不多在70%左右 但是化疗就报了 是吗 是 因为我爸用那个进口药 就用化疗 那个药了 就报了 也就是 我才觉得我婆子公公说他们 住院下自己才出5% 那估计是不是你爹 你那个公令短呢 他就是这个 医保是不是按公令的 小豪 不是 那是不是人家 你工作他们是干部的吗 他们 厂里的中层干部 也是退休 也不是离休 都是退休 那是工工人 他们也分地区 是不是 对你忙完了 去那边 看一下 我跟你说完我就走了 我要出去干活 我不急的 我今天就修一个活 其实澳洲很多家庭都会有这种机器 因为打水泥人工很贵啊 他们有的自己就打了 你知道前面我有朋友就问我 他说他有这个机器问我见不见 说进来以后让我老公自己打 我说我还是 我说我谢谢你了 你还是省住吧 让我老公自己打 你老公要忙 你老公要忙 你给他打下手 我们家原来装修 都是他老婆给他打下手 就两口干 真的 能赚的钱 那边 狮子儿 沙子水泥 破火 水放进去了 是不是 我跟你说 你自己干 你自己干 然后当老板 你就刚开始难 你干干干干干干 你就知道 这个中间的就像我一样 现在每个人都说我 刚刚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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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就像我一样 刚开始干的时候 你们都看不见 现在每个人都说我 哎 说我是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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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学结局啊 躺在家查钱 对不对 我说我干的时候 你们是没看见 光看着我现在给家躺着查钱了 干啥都不容易 不是光能躺着查钱 你说谁都能刚开始 就在家躺着查钱 可能吗 我觉得啊 就是不要超过十 十瓶一片 干不了十瓶一片 你去张三条哪里 就是从 不要中间不漏水 就是从那个 我知道 我知道 从那接起来 对 就是中间尽量别让它漏水 三米九 知道 三米九 就把这个接它 就把这个材 拿起 对 拿起 跟它连一体 对对对 然后这边 这边呢 鱼水都给我下到这个鱼水桶里面 妈指定没问题 你现在包完以后 你这鱼水桶就在这棚子里了 对 找我那个管进来 直接就我接个管全部给你进来水 行 正好在这个角 行 全部进来 行 还有还有那个 这个 你要不要连这个宽众 那咱也得凉了 那你不知道材料是多少 是吧 那现在你得确定 你得买多少材料 多少材料 多少材料 2米9 3米 像他这个鞋子 3米 3米 哎 就是这个哈 别超过10平米 明白吗 3 39平米 12平 你这12平了 12平 对啊 那里啥都能超过水桶 嗯 这个要跟这个哪里 好漂亮 跟那个房子一起 好多好啊 这儿就是说你过那个水桶 就是下水道啊 水槽啊 洗洗手盆 洗手盆 然后我要把那两个洗衣机接上去 嗯 这个都有下水什么都有 你看都有的 这不是就你就等于就是过把它接上去就行了 对怎么整整整整 那你的凉水没有热水啊 不要热水 嗯 对 那个洗衣机不会热水 对但是我们不要热水 对啊 对啊 对现在洗衣机 对现在洗衣机不会热水 我想把它就是封成一个玻璃门 一个大的那个玻璃门 推拉门 推拉门 嗯 就是说这儿台就是水泥打到这儿嘛 就是从这儿就是出去 因为这儿露一下雨露了 就是这个水都受过的 你想把把它挡住它对吧 对 别让它那什么 对 那就是把这儿给它挡住它 就可以 往底一封胶 一封胶 但是做房子 没有 但是我想给这儿封一个门 就是说 是你门窄这台多好啊 对 正好 门窄 所以我要你打水泥打到这儿啊 门坐在团上 所以我要你打水泥打到这儿啊 那啥打呢 你以为你 你那儿没有墙呀 你就是打棚子这儿没有墙呀 你待会儿再累墙就不好累啊 你养断开才好 对 你养从这儿 对 明白了明白了 你就打水泥就是打到这儿 跟这儿一样高 明白了明白了 然后呢 今天我老公干活的时候 我家邻居说 你老公真勤快 每天都在家干活 我就说 under the bed if he not walking who is walking only me of course not 所以说呢哈 夫妻之间 不管是谁赚钱 还是 呃 谁不赚钱 只要两个人找到了最佳的相处方式 就会彼此感觉到很舒服 整个家庭幸福指数也会非常的高 好 今天的视频就在我老公的劳动中结束了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和订阅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